五线天国动乱路线 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泉 创立拜上帝会 于道光三十年在广西启示 次年定国号为太平天国 随后太平军进入湖南 沿长江东下 于咸丰三年攻进南京 定为国都 改名天津 清廷为了平乱 令曾国藩都办团练 他组织了一支纪律严明 并具有向心力的湘军 以对抗太平军 太平天国定都天津后不久 内部即发生严重内讧 元气大伤 湘军趁此机会收复武汉 巩固了长江中游 其后曾国藩派左宗棠进攻浙江 李鸿章率淮军持援江苏 曾国权围攻南京 同治三年 曾国权攻下南京 洪秀权自杀 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之乱 忠告结束